疫情当前假讯息满天飞 部分蓝绿群组都有人转传 三种医师传出讯息 就连力挺陈时中的台北顺时中 也有同一段 三种谢裁员部长的讯息请珍重 文字之外同样都附上 两分二十六秒的应当 早上好 昨天跟一个朋友聊过以后 因为他们在三军总医院服务 因为现在政府实施的自主隔离 不管你是七天的十五天的 讲话的根本不知是哪位 但用医师名义取信 煞有其事指称政府没用药 假讯息渗透基层群组 而且裁员医师的小孩 也破文成亲 爸爸没说过这种话 是用爸爸的名字散播的 谢裁员也称真的很缺德 茶友平台得出两项结论 第一个这因党 根本不是来自谢裁员医师 另外经过医师评估 确诊者 居隔者或是阳性个案 只要评估有需要 就会开立处方前 尽管假讯息被打脸 但防不胜防 早就广为流传 民进党中央动起来打假 招来台大医师李宾颖 协助录制影片生传 完整接种疫苗安全又安心 精准快晒利人又利己 YouTube影片防疫评理 批宣导防疫观念 毕竟疫情升温 民众恐慌 若加上假讯息火上加油 恐怕对防疫没有任何帮助 下期视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